分裂式完畢 综合操演开心 分裂式完毕 综合操演开心 各位长官 各位来宾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宪兵警卫连的车辆综合操演 操演项目区分 行进间交通管制手势 及障碍物超越等两项 第一项要进行的是 行进间交通管制手势 交通手势训练的目的在于 道路驾驶时亦有紧急状况或突发事件 藉由手势的运用提醒后方车队注意 避免整体车队遭到干扰 以圆满达成胜物 共区分为四组进行演练 第一组 左右转手势 使用于接近路口处时 提醒后方车队准备转弯 第二组 路口挡车停止手势 在车队行进路口时 用来阻挡左右来车 去保车队行进之安全 第三组 切换车道手势 使用于提醒后方车队准备切换左右车道时使用 第四组 发现障碍物手势 发现障碍物手势是使用于提示后方车队人员 注意前方状况如坑洞 突起物 地面积水等状况 以上四组行进间交通管制手势已全数演练完毕 第二项要进行的是 障碍物超越 障碍物超越 为机车手训练时久高难度之动作 其目的是于道路教练时 如于路面特殊状况之判断及处理 训练时以时速超过40公里的速度 压过较薄之轮胎 于机车越过轮胎后 尚能稳住机车 并保持龙头平衡 现在机车手将逐一探索障碍物 成功超越 请来宾这里掌声鼓励 各位长官 各位来宾 即将出场的是 军权组的操演 宪兵军权组 前身为宪兵司令部军权队 于民国53年成立 因应金石案 军权预训中心裁册 接收军权 而改以任务编组方式 于民国88年 纳编宪兵202指挥部 特种车辆点迄今 军权组 主要负责 配合国安局特勤中心 宁安小组 实施特种警卫勤务 例领场所 常检勤务 及依令协警罪行相关勤务 确保警卫对象之万全 由于犬只对陌生人较为敏感 请各位来宾标越过管制区内 避免发生危险 首先 第一个操演项目为基本服从 基本服从的目的在于训练犬只 服从训犬者之口令及手势 为往后艰难的任务先奠定机制 首先 训犬者会先对犬只下达不动之命令 走至犬只前方约十步的距离 再开始对犬只下达基本服从的命令 基本服从口令分为 过 站 坐 立 来 靠 为了避免肆意的口令 对犬只造成干扰 演练时 肆意将不另做说明 请看演练 请赏 相鼓励 以上为犬只基本服从 由此项目可了解军犬组 平日严格的训练 使犬只能完全服从训犬者之命令 以立任务遂行 紧接着第二项要操演的项目是摆杆 摆杆项目在于训练犬只灵活度 敏捷性及协调性 首先 由训犬者以口令命令犬只迅速通过摆杆 犬只通过摆杆时 是以S型左右越过方式来回穿梭 此为平日摆杆的基本课程 紧接着由训犬者以声控方式 命令犬只来回通过摆杆 请看操演 请掌声鼓励 就像训练可使犬只于执行时 不论于任何错纵复杂或狭窄的地形地物 皆能以最迅速的方式顺利穿越 以立任务之达成 接下来第三个操演项目是火圈跳跃 火圈跳跃之目的 在于训练犬只之胆量 令其能不为火焰之干扰 顺利完成任务 首先也练的是 先由训犬者以口令手势 伴随犬只通过火圈 此为平日火圈跳跃之基本训练 接着由训犬者以声控方式 命令犬只自行通过火圈 请看操演 这个是后面的老鼻 掌聲鼓勵 此訓練目的在加強訓練全師膽量以及膽識 是全師在建火命令時 可以毫不猶豫迅速完成任務 馬上要進入的操演項目是障礙超越 首先由訓權者以口令手勢 伴犬一起通過障礙 障礙超越是模擬各種地形地物之障礙設施 訓練全師適應各種地形地物之能力 以最新任務達成 設置的障礙有低欄 高欄 門窗 平台 峽橋 屋底 寒洞等障礙物 最終訓練的目標要達成訓權者能以聲控方式 命令全師自行通過障礙 請探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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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視察 以後 旅行 如果大人人回合 反映 你 然後 我以为我比较不会跟他比较精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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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懒 啊 你看学生有机器 上 ol 請掌聲鼓勵 设置的障碍不仅是野外会出现的障碍 同时也设置了城镇间的场景 目的就是要让犬只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障碍物 以立完成任务 最后所要表演的项目是军权的攻击演练 请看示范 某日军权组同仁执行起务时 图与不明人士手持棍棒欲上前攻击 训犬员先以微拓方式警告歹徒不斗 歹徒不予理会 训犬员则向犬只下达攻击命令 犬只迅速将歹徒制服 制服歹徒后 训犬员欲上前解除歹徒之武装 然而就在训犬员接近歹徒时歹徒却四级逃跑 只是群职不太命令上前追捕 并且再度将其制服 训犬员最后终于将歹徒的武器予以解除 并与犬只将歹徒押解带回 攻击演练接种犬只的天生本能 尽专业训练后可实施攻击 警戒追捕押解等 协助看守巡逻及征搜暴猎物的勤募 更可提高勤募的安全以及成功率 各位来宾 请再次给我们军权组的表演 热烈掌声鼓励 接下来要操演的单位为宪兵司令部防暴组 由于前方操演场地正在进行场地的整理 请各位长官各位来宾朋友们稍加等待 在操演的过程中会有爆破的场面发生 为了维护各位来宾朋友们的安全 请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以及管制 请勿超越安全警戒线 谢谢各位的配合 操演即将开始